寶貞文貴 首席 哈囉 大家下午好 首先讓我歡迎大家來出席今天的座談會 同時我要感謝大家今天出席 因為大家知道昨天天氣的預告 就很嚇人了 所以要狂風暴雨 我們還有一些組織的醜味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延期 因為還擔心可能有些人趕不來 但是你看我們有這麼多的 喬禮 茂州風雨 來出席今天的座談會 我代表我們的出席會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也可以看出大家對於出席會的工作 以及大家對於這一次的座談會的重視 尊敬的韓濤總理事 尊敬的我們主席臺的各位 社團的代表領導 我們各位的嘉賓還有我們的顧問 當時還沒有介紹我們 還有韓靜雯是我們的顧問 韓女士 韓靜雯 還有我們的代言和平律師是我們的顧問 所以我們今天顧問都到齊了 OK 非常的感謝大家 今天這個座談會 今天這個座談會 我們是要討論的 要探討的 是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 發表四十多年紀念會上重要的講話 那麼今天我們在這裡 OK 召開這個座談會 我們的主要的宗旨 就是深入的學習 理會 各位這一次的講話 習主席講的重視 以及這個講話 所提出的幾個主張 如何來指導我們在海外的 觸統的工作 反途觸統的工作 那麼我相信各位 已經仔細地閱讀了 習主席的講話 我相信大家也看了很多的評論 很多的分析 可以說在海內外 引起很大的反響 也是說反途觸統 實現祖國 主席國的和平統一的 一個偉大的 一個偉大的方列 一個很重要的 很深刻的 有劃實在意義的一篇講話 所以我們多倫多的宗旨會 在這裡舉辦這個座談會 能夠有得到我們多倫多 主要華人社團的主席會長的出席 以及各社團的出席 是非常難得的 可以看出我們多倫多的華人社區 我們在海外的中華而離 我們信息 我們祖國 主席國的和平統一大約 我們關心 我們參與 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這個偉大的工作 我們在海外 我們也不忘 我們的祖國 主席國的繁榮的富強 國家的視線完全的統一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是海外所有的中華而離 終身要努力奮鬥的 也有我們的歷史使命 我跟大家講 在座的 我們都是熱愛我們的祖國 主席國 都是親自參與不同方式行事 參與 反獨促統的社團 大家心同思理 共同願望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座談會 請我們大家認真的討論 那麼指導我們下一步 我們在海外 反獨促統的工作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今天 我在這裡首先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促統會在 200年成立 今天已經有19年了 那麼在我們 歷屆的會長 我們的多羅多 喬領的 連到川普之下 是19人成立 我們在座的還有幾位 像張文怡教授 像林立 像楊寶混會黨 還有林中有秘書長 還有我沒有漏的 我們這幾位還有拋關在我 吳卓森先生 我們就是 200年成立 所以是19年 19年我們為 反獨促統做了大量的工作 同時在 2001年成立了 加拿大 促統會的聯盟 由多羅多 蒙哥華 艾門等 澳大瓦 Montreal 聯盟主持了一個聯盟 我很榮幸 也擔任聯盟的主席 我們過去全加拿大 都為了 反獨促統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 就是在新的時代 要展開我們的 反獨促統的新的工作 今天我相信 這個座談會非常有意義 已經會很深入的來討論 西平主席這個重要講話 然後呢 請請各位自由發言 然後我最後呢 再跟大家來做一個小的總結 祝大家今天的 我們的座談會 取得圓滿的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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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